西汉末年 社会矛盾空前计划 王莽被朝野视为能挽威局的不二人选 被看作是周公在世 天下楷模道国高手王莽 彻底终结了西汉二百年的历史 您现在收听的是《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五部 霍启萧强 王莽斩汉 由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杨腔腔为您播讲 第十六集 陈汤的弱点 本来陈汤以为会赢 没想到竟然会输得这么惨 但是吉人天下 意外还是出现了 不久以后陈汤被释放 同时被剥夺了爵位 成为了一位士兵 这陈汤之所以被放出啊 是因为有人替他辩护了 那么这次替他辩护的人不是刘相 而是光禄大夫古勇 古勇上奏说了 汉朝开国以来 从来没有一个人像陈汤这样 取得了这么辉煌的成就 可是因为他一丁点错误 就将他给杀了 那就太不应该了 那些喊着要杀他的人 肯定是有私心的 奏书传到皇宫不久 刘敖就下诏赦免陈汤 或许陈汤应该感谢古勇救他一命 事实上陈汤知道最终感谢的是 站在古勇后面的那个人 这个人当然就是大司马王凤 古勇是王凤身边最著名的根屁虫 专门以拍马屁为生 他上书替陈汤辩护啊 不过呢是响应了王凤的号召 这样王凤就可以有理由 让刘敖放了陈汤 说白了这是一场双簧戏 陈汤刚放出来后不久 西域就传来不妙的消息 西域总督段惠宗 被乌孙王国的部队给围困 段惠宗用一马上书 请求征发西域各国部队 以及敦煌边防部队前往救援 消息传回长安 如同惊雷啊 全城人既郁闷又震惊 郁闷的是 乌孙国和汉朝素来交好 当初陈汤还是为了乌孙国 才发兵远征 斩杀智之蝉鱼 并将乌孙国的死对头 康居给摆平了 现在怎么还能打下来呢 让人震惊的是 以汉朝军队之强 小小的乌孙国竟然摆不平 还要喊人去助阵 这个乌孙国呢 确实是真的跟汉朝反目成仇了 至于为什么会如此呢 一言难以说尽 简单的说吧 首先呢 是乌孙国内部的小兄弟 出现了争执 汉朝就派段惠宗去平定 事后准备回国 可是没想到啊 前脚刚离开 双方又在后面打了下来 于是段惠宗再去干涉 结果那小兄弟就不满意 人家干涉他的内政了 再于是呢 就壮了个胆子 撕破面皮干了下来 那些都不重要 现在首要问题是 怎么去应付这场危机 于是刘敖叫上大司马王凤 以及丞相王商 召集大家开会讨论这事 因为这事来得太突然了 大家你看我 我看你 都没一个人能拿出个主意来 正当仲卿手足无措的时候 大司马王凤突然对刘敖说道 要想解决西域危机 陛下不得不请他来了 刘敖奇怪的问 谁呀他是 王凤说他就是陈汤啊 陈汤是西域军事专家 这事如果他都不能拿定主意 谁还能搞得定呢 刘敖恍然大悟 叫道 对呀 来来来 马上帮我把陈汤给找了 很快 陈汤呢就被传到了魏阳宫 接受皇帝的召见 当刘敖见到陈汤的时候 不胜唏嘘 陈汤出兵西域的时候 在外落下了一身的毛病 搞得双臂啊 都不能身躯了 于是 当陈汤觐见皇帝的时候 想行跪拜之礼 都非常的辛苦 刘敖没那么多废话 免去了陈汤的跪拜 马上把段惠宗的奏书 交给他看 陈汤看完奏书 云淡风轻 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 陛下 这事不用担心 刘敖惊讶的看着陈汤 这老子都快急死了 你还在这挺淡定啊 他连忙问道 你凭什么说不担心呢 陈汤慢条思理的说道 哈哈 很简单 西域的兵 不是我们的对手 我们可以一个顶他们五个 西域的兵器相当落后 想对付汉朝的先进武器 根本不行 现在包围段惠宗的那些敌人 应该多不到哪去 就算我们一个兵 对付他们三个 那也是绰绰有余的 陈汤接着说道 如果发兵的话 每天顶多行军五十里 那也要花费很长时间 才能抵达西域 等汉军抵达西域的时候 这战争都结束了 还打什么打呢 陈汤似乎分析的很有道理 刘敖听得一惊一炸 急忙问 那你说 汉军是不是可以解围 如果能解围 大约什么时候 陈汤从容的回答道 现在已经解围了 刘敖眼睛都绿了 不相信的看着陈汤 这时陈汤的挽起袖子 掐着手指 故作神秘的数了一数 接着只见他抬头对刘敖说道 不出五天 好消息定然会传道 第四天 段慧宗的奏书到了 果然是结尾了 哎呀 这真是一个料事如神的军事专家呀 陈汤一句话 抹掉了压在头上的厄运 王凤呢 趁机向刘敖推荐 重新启用陈汤 刘敖同意了 陈汤再被启用 被任命为统帅部参谋主任 从此军事方面的事 都由陈汤说了算 陈汤仿佛做了一场噩梦 梦中醒来 仍然毫发无损的活着 这陈汤得救啊 说万千刀万千 得先感谢王凤 但是王凤却说 且慢 等我帮你干掉了矿衡 然后 你再一块感谢我也不迟 矿衡的感觉很准 他意料到有什么事要发生 哎 还果真就是发生了 这次矿衡呢 被人抓了大辫子 有关部门上书弹劾矿衡 说他侵占公家四百清土地 这下连刘敖都保不住他了 只好把他给罢免 送回老家养老家了 搞掉矿衡 但是王凤怎么也没想到 却使自己招来了一个对手 这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对手 他的能量远超矿衡之上 这个人的名字呢 就叫王商 当初志向远大的王正军 老爹王进 一口气娶下了几个小老婆 生下了四女八男 四女当中啊 属王正军最为出色 其他的八个男的分别是 长子王凤 次子王曼 王潭 王崇 王商 王丽 王根 王冯石 与王正军同胞生的 唯有王凤与王重 如此估算的话 王商和王凤 则是同父一母所生 然而以上那个能量超人 让王凤坐立不安的人 不是王家班的王商 那个王商啊 同属外戚 则是另外一个强悍的派别 王商自紫薇 是卓郡人 如今的河北省 王商跟刘氏的亲戚关系 要追溯到汉宣帝刘病乙时代 当时刘病乙呢 已经称帝以后 怀念他母亲 于是寻找外祖母关系 结果呢 只找到了两个舅舅 一个叫王无故 一个叫王武 两个人后来都被封侯 王武死了以后 由儿子王商继承侯爵 作为外戚啊 王商呢 颇有当年外戚斗鹰的法 轻财好逸 广结人缘 父亲死了以后呢 王商把继承的这些财产 全部分给了同父一母的兄弟 身无所受 没想到 这个一举一传出来 被汉朝中央公卿 一致被他推为道德模范 由此被汉元帝刘氏器重 官至右将军 光露大夫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五部 霍启萧强 王莽斩汉 由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杨腔腔为您播讲 如果您觉得杨腔腔我 播讲的还是不错的话 那么可以给我点个红心 点个赞 评个论 再或者给我打个赏 在这儿啊 我谢谢各位了 邝衡被众人合力 赶出长安之后 刘敖第一个想到的 丞相人选 则是王商 他之所以倚重王商 不仅仅是因为他资格老 更重要的是 当年 刘氏宠上音乐王子刘康 想让他取而代之 刘敖太子的位置 王商呢 为了保护刘敖 出了极大的力气 于是 邝衡前脚 踩出长安 刘敖就在后面宣布 任命王商 为新一任 汉朝丞相 政治新手刘敖认为 外戚新贵王凤 任大司马 管军事及内朝 老外戚王商 任丞相 管外朝 两个得立外戚辅政 应该很靠谱 这个想法貌似很好 很理想 可是呢 很傻很天真呢 刘敖只顾自己 却没替两个外戚想着 汉朝自从有了外戚以来 见过新老外戚 和平共处的吗 当年窦英得势的时候 田坟就对他 做崇拜状 等到田坟 大权在手的时候 窦英呢 想跟他靠近乎点 则被人家冷屁股 贴到脸上去 最后 双方斗得个死去活来 惨淡收场 这只是其一 自汉武大帝刘彻 设立大司马一职 几乎被外戚独揽 从霍光到王凤 无不是如此呀 然而丞相呢 基本上都是由外人担任 从霍光时代的车千秋 到刚刚离任的这个旷衡 无不是如此呀 从职权分贝上来看 大司马大将军 监管军政一切事务 丞相主管政府事务 大司马大将军 有拍板权 丞相呢 有话语权 一个说 我有拍板权 另外一个说 我有话语权 刘敖把这两个强悍的 互相猜忌的外戚 给弄到一块共事 那不是故意想撮合 他们干架吗 如果刘敖是想看着 外戚打架的话 那眼前这个不火不容的 这个政治组合 的确很容易满足 他的想法 这两个外戚当中呢 火气最重的是王商 王商资格老 底子厚 实力足 所以他不把王凤放在眼里 于是乎 在许多场合 王商甚至公开放话 批评王凤 说王凤这个新外戚 太过专权 什么事都由他说了算 太过分了 从霍光任 第一任大司马大将军开始 汉朝没有一任丞相 敢对大司马大将军说反抗的话 现在呢 王商开了第一炮 这一炮很猛啊 炸得王凤心胸气闷呢 但是王凤按剑隐忍不发 他知道 在敌人还没有彻底亮出底牌之前 他可不能抽出利剑 横空乱斩啊 在王凤看来 王商老辣 持重 后台很硬 根基非常的深 要想拔掉这个人 无异于拔一根千年树腰 充满了变数 王凤呢 见识到王商的威力 源于一场超长大雨 公元前三十年 秋天 天空呢 像破了一样 不停的漏水 这一漏啊 就是四十天 地上到处都是水 水呢 流到黄河 黄河涨了 于是黄河呢 又倒灌到了陆地上 在汉朝 这黄河就像是一个泼妇一样 经常撒撒野人们的 人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然而这次撒野 却非常的恐怖 黄河两岸被淹了 大水像千年老蛇一样 只要见到人就驱赶 好像都要追到长安城了 这时整个长安城都震惊了 消息马上传入宫里 刘敖害怕了 王凤呢 也害怕了 等到他们了解了情况 长安城已经一片混乱 居民惊慌失措 仿佛世界末日就来了 于是全城集体 向天一起哭了起来 刘敖马上召集群臣开会 商讨对策 大司马大将军王凤 立即提出了一个方案 如果大水进城 皇太后和皇上先一步登船 然后下诏 让长安城市民离开长安城避难 在场的高官一致认为 这个主意可行 这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但是有人却站了出来 提出了异议 王凤一看 原来就是王商 当时他为左将军 王商认为 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听说过 大水道观首都的故事 就算无道的政府时代 也没有发生过这等怪事 现在天下太平 突然冒出个黄河道观长安 肯定是谣言 就这样 突然命令长安市民登楼避难 只会引起更大的恐慌 后果将不堪设想 刘敖认为 王商说的对呀 立即派人先去摸清楚情况 很快 派出去的人就回来报告 说 外面果然是以讹传讹 混乱已经平定了 长安市民已经回家了 此话一出 刘敖对王商刮目相看 王凤则站在一旁 羞愧异常丢尽老脸 那时 王凤有一股不祥的预感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王商是他的潜在对手 果然不久之后 王凤再后推波助澜 终于把邝衡赶回了老家 刘敖就直接 让王商出任成相 其实老实说 刘敖封王商为成相之后 王凤很受伤 忙活了老半天 竟然还替冤家给铺路 当做了嫁衣 他娘的 这是什么天理啊 每一个强悍的对手背后 都有一个雄厚的资本 王商被天子弃中 那是奇异 更让王凤纳闷的是 王商这个人啊 长得特别的帅 身高八尺 容貌超人 极富人格魅力 据说啊 有一次 匈奴缠于来长安 在路上碰见了王商 立即被王商的魅力所蛰伏 于是情不自禁的发出一声感叹 汉朝国祥 真的很帅很酷啊 王商才华出众 威名在外 这是其二 这是让王凤 恨死的地方 但是王凤还是坚忍着 然而眼下发生了一件事 王凤已经是任无可忍 决定要出手了 这是一件小事 但是在王凤看来 却是一件大事 事情是这样的 狼牙郡出现了灾害 受害面积将近一大半 于是王商决定问责 派人调查 准备将郡长给办了 消息一传出去 王凤就来了 王凤以商讨的语气 对王商说 狼牙郡的灾害是天灾 又不是人力所为 郡长是个好官 您这样把他给办了 是不是太贸然了呢 依我看还是算了吧 其实事实上 王凤这番话 是替郡长说醒来的 因为这个郡长 是王凤的婚家亲戚 然而 王商很果断的告诉王凤 不可以 一定要按程序 将他给办了 果然 王商马上给皇帝刘傲上书 建议撤出狼牙郡郡长职务 然而 王商上奏之后 一直没有回音 刘傲也没有任何解释 好像这事 就跟没发生过一样 准备就这么 不了了之了 好了 今天节目呢 就为大家播讲到这儿了 那么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潮第五部 霍启萧强 王莽斩汉 将在喜马拉雅 持续的播出 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下载喜马拉雅FM 手机APP 也可以打开微信 搜索小杨说事 那么关于汉潮的更多的事 我们一起聊一聊